最近不是有世界杯吗 那么善政文蔡呢 就是以这个世界杯来比喻 他说其实哦 在这个政坛哦 就跟在这个球队差不多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对场的球队 也是会输掉啊 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会未免 但是没有啊 没关系 下次再赢回来就好了 他是用世界杯来比喻 这一次的民进党败选 但是也有人想问的是 是不是也在暗喻自己 没有办法当隔魁呢 这也是有个弦外之音了 好我们来看看咯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想啦 那个会这个阻隔的几率 到底会多大呢 以及说到底 喊出这个调整两岸论述 有没有可能会牵制赖清德呢 我们就要以说 其实在今天哦 应该说昨天的 这个败选之后首度同台 就是蔡英文跟这个苏坚昌 可是两个人的互动 有一种好像回不去的感觉 有一点冷冷清清的 是因为蔡英文开始在出牌了吗 好他到底在算计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是2024的总统大选民调了 好为什么会这样说 现在哦是以这个三个党派 最有可能的人选 好来做这个比较的话 这个是来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一个最新的调查 如果绿营派出的是赖清德 如果蓝营派出的是侯友宜 而民众哪派出的是柯文哲的话 柯文哲现在的成绩不好看 是垫底的只有17.8%的民众 是认同他且支持他 那么现在呢 国民党的最强母鸡侯友宜 是拿到34.7% 这是这几天的一个民调 支持他是38.7%的这个支持率 那么赖清德是29% 但其实呢 这个民调的数字 有一点出乎绿营的意料之外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民调会再更高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这许志杰就说了 这内阁改组的幅度其实也不宜太小 也就是说要改组就来一个大换血 换新血或什么都好 总之就是来个大换血 参与说改组本来就是要加新血来太换 然后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未来他们会面对的是什么 是最近呢 好你们自己提出来一个兵计延长的方案 那么像是就有一些国民党的立委就说啦 这可能是一个假议题 可能一年之内都不会定案的 都只是说说 因为怕可能会影响选票 毕竟呢之前提出来的时候发现说 这个补选还没选完 那现在敢提吗 好像也不敢 就怕呢年轻人不再力挺了 另外还有什么 像是这一次的败选 也还没有一个结论 以及论文门呢 还没有一个结果 还有两岸的一个历史的定位跟定调 未来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都是挑战 因为毕竟现在还有更多的什么农民啦 渔民啦 一些果农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想要赚钱 但是都没钱赚 那所以现在执政党是不是要伤脑筋了呢 民进党的主席补选 只有副总统赖清德一个人登记 那么预料没意外 那么就他当党主席了嘛 那么传出赖清德会找局系人马前 高雄市代理事长徐立民担任党秘书长 被视为替2024的总统大选要再铺路了 也会选在新北市来进行这个证件发表会 也被视为说是要跟侯友宜来下战铁吗 好不过是在民进党的败选检讨呢 强调说未来的两岸论述要这个有所调整 要怎么调整呢 还是要拿着抗中保台这张牌吗 还是另外出其他的新的招呢 外界就分析了是蔡英文要出手了 为的就需要这个制约赖清德所谓的务实台独派 民进党主席补选赖清德同而竞选没有对手 21号中常会就会审查候选人资格 赖清德态度积极当天就规划 在绿营票仓新北三重 发表党员报告证件会 被视为角逐2024总统大卫起手势 而选在新北更被视为是向侯友宜下战铁 因为放心嘛 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除非说赖神友跟他承诺上任以后不会追杀他 或者是说他的论文等等不会去解密 根据最新民调谁会是2024最强总统人选 国民党侯友宜拿下38.7的支持度 赖清德不到三成还落后侯友宜9个百分点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紧追在后 赖清德总统露除了民调落后蓝营 党内派系静和也成了绊脚石 民进党败选检讨小组召集人郑文灿 日前说民进党未来两岸论述要有所调整 外界分析是蔡总统出牌 要制约赖清德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小英的抗中保台这个牌没有用 那必须要另外再包装看看 民进党抗中保台牌失效 赖清德的务实台独 党内忧心是死路一条 两岸问题带调整 内阁改组也迫在眉睫 改组幅度不宜太小 否则人民看不到反省的态度 绿营面对大选空前惨败 检讨还在进行 但负责协调的党秘书长一直格外重要 传出赖清德要找局系人马许立民 担任党秘书长 赖清德踏上总统路前 势必得先安内再行攘外 记者黄明君王志愿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绿营网均2024有其他的角色吗 因为台北市议员许晓星日前 就紧咬着清绿的粉砖 提出要提告无良公关公司等107人 今天他在粉砖正式宣布 说粉砖无良公关公司 正式被他歼灭了 还唱说缘分还没有接受 山水有相逢未来法院见 也要记得你所做的事情 不会因为你的逃避而不被追究 另外呢也有非常多的网友呢 也在底下纷纷留言 表达自己的看法了 九合一民进党惨败之后 这个总统蔡英文跟前任党 苏贤昌首度同台被视为是一个隔魁保卫战 不过苏魁是以中弹说 他怎么说呢 他说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做隔魁很轻松 其实好像位高权重 可是其实弹子是非常重的 你要很优雅的挑弹实在困难 而谢寒冰就认为说你迟迟不下台 如果再不下台 2024民进党肯定会败到比现在还惨 民进党九合一败选后 蔡英文苏贤昌首度同台 被视为是隔魁保卫战 但天冷两人互动更冷 行政院长的工作 就像是一个挑着很重的担子的人 挑担的人没有办法讲话 也没有办法去对外界的批评回嘴 因为担子实在非常重 苏贞昌搬出重担说 闪躲民怨下台声 但倒是喜欢在立院批评回嘴 怎么就忘记自己身上的重担 为什么不敢发展核子动力潜见 有了核子动力潜见 就比传统潜见好很多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他首要的目标还是要保住自己的权位 这个人满脑袋只有自己的利益 根本没有为国家为人民想过 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 史上最烂的政治人物 苏贞昌奉行仇中路线 为了卡小三通更直接 避谈小三通三字 抗中牌还打不腻 苏贞昌作风强硬 不只超过五成民众认为内阁应该总辞 连十七号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的二零二四总统大学民调 赖清德落后侯友宜九点七个百分点 政论家胡中信更预言 苏贞昌如果不下台 民进党二零二四派谁出马 都不用选了 我自己的立场来讲 我是希望他最好不要下台 他就一路这样下去 这样子会让人民更有理由 去推翻民进党的统治 那民进党你就这样做好了 我期待看到你二零二四大败特败 苏贞昌继续霸占权位 民进党二零二四的胜负 答案也呼之欲出 记者石文贤年轩台北报道 我们来看到随着二零二四大选 在急着兵役延长案卡 国防部跟府院还没有共识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就分析说 民进党打着抗中保台 被选民看破手脚 剩下两个礼拜还没有定案 这问题也会成为 未来民进党的烫手山芋 他甚至也预言兵役延长一年 将胎死腹中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变成 民进党执政党政府的 一个烫手的山芋 因为一方面这个要求 这个需要是因为蔡政府 民进党政府不断地打抗中保台 挑起两岸的紧张 另一方面是要因应 美国对台湾的国防的要求 希望提升国防的整个的兵力 可是在这次2022的选举当中 就清楚地看得到 抗中保台的极致 就变成引起战争的焦虑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井窟座 就照在民进党政府 以及民进党整个的头顶上 他们现在非常的担心 要面对2024的总统 及立委大选 所以现在举棋不定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总统府会以各种理由 会让这个政策 会胎死腐中 民进党政府在现在 只剩两个礼拜 就要过年的时候 却迟迟没有公布 到底疫期 什么时候要延长 延长多久 这一些后续的配套措施 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 只会让民众无所适从 因此最根本的状况 是不是民进党在过去 就是利用选战时间 操弄抗中保台 而现在选举过后 选情又不如预期 也因此现在疫情 难道又可以 再一次的大转弯吗 无论如何 整军备战 如果说只是意识形态 或者是选举考量的话 那这样的政府 是不及格的政府 好 持续来掌握的是 春节要到了 那么上百万台商要返台 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机位有限 公布应求 甚至单程的机票 已经飙到六万块 前立委就呼吁民进党 要放上意识形态 恢复个小三通 不要拿中国大陆 甚至疫情那么严峻 来当理由借口 因为最新消息显示 中国大陆在下个月 会改为0加3 而显示出 对于疫情的控制 是有把握 但小三通却还没有个眉目 机场大批旅客入境 边境开放之后 出入境人数明显大增 但是春节要到了 由于小三通迟迟不开放 上百万台商返乡出了问题 许多台商两年没有回台湾了 现在入境台湾 已经免隔离 进大陆也只要隔离五天 返乡过年的诱因大增 但却面临航班严重减少 许多人寄望小三通 能够先复航 但是大陆部分的省份 验出BQ.1为富航再填变数 因为机位有限 供不应求 机票的价格也涨到不像话 疫情之前春节机票 单程大约一万三千元 现在至少涨到三万一千元 甚至还传出六万元的价格 真的很离谱 依照网例 两岸在春节前一个月 会谈好春节加班机事宜 但今年到现在都还没有相关消息 交通部民航局只表示 有密切掌握大陆四个航点定位状况 陆委会则是把责任推给大陆 说是对岸为了防控疫情 才对既有的四个航点 进行航班数管制 因此造成航班数不足 大陆可能预定在这个月的19号 就改成2加3 1月9号改成0加3 也就是说他们对疫情的控制 已经有相当的把握 那么我认为这个绝对不是 这个阻挠小三通的一个原因 春节即将到来 小三通到现在都还没有着落 台商无法提早规划行程 今年很难过上一个好年 记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报导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